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五百九十九回 徐凤年蹲下身 抓起一泡黄土 轻轻攥在手心 北莽号称在东县一口气 投入三十万大军 如果往前推个三四十年 我们身处中原春秋九国早期 一定会想 当然以为这所谓的三十万兵马 撑死了也就是十来万战兵 就算加上运输粮草的民夫和负责保养 自中气息的辅兵也倒不了三十万 这种未战之前先把自己胆子撞上一撞的陋席 徐霄可能不是第一个新生抵触之人 但徐霄绝对是抵触的最快最坚决最彻底的武将 从他攻打各大黎阳藩阵阵割据势力开始 他就有五千兵马 就输五千兵马 后来啊 还闹出了个天大的笑话 刚打北汉那会儿 北汉前线将领一听谍报说 徐霄出征时带了两万 这守城大将掐指一算 好吗 照老规计也就是六七千人 至多一万 这场仗有的打 不用撤退 最终啊 那名北汉大将给徐霄擒货 斩头祭其前还使劲的骂徐霄是个大骗子 徐霄气得一脚就踹掉那大将半口的牙齿 他回骂一句 说老子说两万就是两万 同手无欺 这样的老实人 你也有脸骂我是骗子 于地龙原本在抓着两只靴子晃来晃去 想着呀 是想要兜些风在靴子里 听到这儿也安静下来 竖起耳朵 听师父讲说那些离他很远的一样东西 战争 徐凤年握紧五指 感受着手心由黄土带来的沁凉感 他感慨的说 北蒙梁州中线和刘州西线不去说 游州东线上的三十万 战兵可是多达二十余万 而且其余十万辅兵 其实也与战兵无异 北蒙多骑少步 董卓定下规矩 此次出征作战 战兵在奔袭途中 一律不许搭建帐篷 下马闭眼则睡 睁眼上马则战 之所以有十万辅兵 更多是为了针对葫芦口的保寨体系而说 杨元赞对付早马寨宝群 是交由各路辅兵去攻城拔寨 连这十万辅兵中的统兵将领 大多父辈都是春秋移民 或者直接就是四五十岁的春秋移民本身 而杨元赞的亲军和洪敬炎的柔然铁骑 这些主力骑军直接绕过保寨长渠直下 力求以最快速度推至吾我攻城下 等到大军兵临城下攻城气泄运到之时 那么后方战线也差不多已经清早干净 龙腰州负责粮草补给的争议民夫 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安然南下 所以说这场仗啊 北莽和董卓打得很中原 樊小差冷冷道 如此说来 沃公城以北的保寨摆明了就是一个死字 为何夭州不干脆将沃公 鸾鹤霞光三城在葫芦口最北一字排开 不就将北莽大军拦在关外了吗 还不用担心各大宝群被北莽骑军缓缓蚕食 说到底你们北梁为了那个熊甲天下的名头 就不把士族的性命放在眼里 弥凤杰用看待白痴的眼神打量着这个娘们 老人那张干枯脸庞上破天荒有了些笑意 当然这种笑容肯定跟善意无缘 这不是说弥凤杰一下抓住了樊小差言语中的漏洞 沉溅枯主的想法简单至极 在沙场上雪水里泡过死人堆里贪过的北梁武将 尤其是用春秋战事证明过自己战争才华的老将燕文鸾之流 怎么会是那孤名钓鱼的傻瓜呀 徐凤年也没嘲笑樊小差站着说话不腰疼 或是讥讽他井底之蛙 而是抬起那卧土的拳头点了点脚边峡谷 他平静的说 葫芦口不是这儿啊 我亲自走过塞外 大体上能想象得出葫芦口的口子到底有多大 且兵书上何处一山建城 何处断债助爱 何地临水建宝 何地巨险造岁 不但都有讲究 而且也都有种种复杂的变通 葫芦口啊 是北梁道地势最得天独后 也是唯一拥有天然纵身的防御重地 你说让保寨士族去死 其实是对的 一旦敌军扣大志这些居险而守的将士 七险是不足以守活 只能死守和守死 徐凤年握紧拳头 牙上风沙扑面 吹拂得他鬓角发丝凌乱 北梁只告诉黎阳 葫芦口可以填下十五六万的北蛮子 中原人大多不愿意相信 若是说燕文鸾一开始就是要葫芦口三成两百宝寨的五万优州守军 要他们全部战死在葫芦口 语气始终平缓的徐凤年略作停顿 后他笑了笑 恐怕中原就是听说了这件事 也会假装没听见 也许呕了一声就没下文了 该喝酒喝酒 该赏雪赏雪 该轻谈轻谈 人生得意 须尽欢 樊小差咬着嘴唇 仍是倔强的问 一人愿意死战 百人愿意 就算千人愿意 可幽州边军五万人 真愿意明知要死 也死在葫芦口 爹娘给了他们两条腿 不会逃 弥凤杰终于可以理直气壮 教训这个除了杀人 什么都不会的娘们 他痴笑了一声 你这位旧北汉 头等薰贵的衣脉 哪晓得北梁人是怎么想的 大将军入主 北梁不过二十年 军心犹在 何况北梁边境 这么多年 可不是什么太平日子呀 当兵打仗 上阵杀敌 北梁假天下 可不是光靠北梁大马 和弓弩梁刀 亏根结底 是那股子气撑着 你樊小柴 懂吗 徐凤年不智可否 微微苦涩的说 北梁一向对外宣称 三十万铁金 黎阳好事者一直很好奇 徐霄到底给我攒了多少家底 齐军部族各有多少 边军和地方驻军可有多少 余地龙在一旁轻声问 师父 那到底有多少啊 徐凤年出现了一抹恍惚失神 他转过头后 笑脸温柔道 你猜啊 余地龙摇了摇头 徐凤年重新望向西北天空 曾经有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老了的老头子 就很喜欢说 你猜两个子 徐凤年总抱以白眼 回一句猜你大爷 他就会笑眯眯的回答 说对嘛 本来就是你爹 徐凤年收回思绪 他沉声道 葫芦口幽州住军愿意死守 有谜凤节说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却没说出来 北梁部族两百万户 受限于狭小地狱 不管你如何休养生息 人口始终不到千万 那么我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区区两百万户 北梁君族竟有数十万 哪家哪户不是有人身在军舞啊 如果北梁边军覆灭 又有哪家哪户不需要身批搞诉 徐凤年咬着牙 七州幽州青壮 几乎全在幽州本地军中 葫芦口三城两百宝寨 所有驻军的背后 几乎只尺距离 就是他们的家乡 他们多死一人 家人也许就能多活一天 道理就这么简单 徐凤年缓缓站起身来 他说道 主持幽州军务的燕文鸾 他定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徐骁在世时 就有无数幽州官员大肆抨击 等我世袭网替之后 皇上在内所有傅良士子 无一不强也要求将这条规矩废除 弥凤杰不知此事 倒是成为浮水房大碟子的樊小差很清楚 幽州边军有铁令 不论何人 临阵后退者 一经查实 全家皆斩 燕文鸾曾经亲口跟我说过 他可以不当那个北梁部军统领 甚至可以把幽州边关军权交给别人 但是这条规矩 在他战死前 谁都不能改 我徐凤年也不行 徐凤年吐出一口浊气 眯起眼他轻声嘀喃 这就是战争啊 这就是北梁 山峰伶俐 徐凤年站在崖畔 跟三人离着有些远 显得有些形单影直 樊小差犹豫一下 他开口问 接下来做什么 徐凤年微笑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来冀州这趟赶路啊 我就一直在做同一件事 之前有所察觉端倪的迷凤杰 小心的问 王爷是在试图重返武道巅峰 徐凤年打道 山穷水赴一无路 而且就算脚下真的已经没路了 我也得自己走出一条 敦煌城外有巨大石佛 以雄山为辟 大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笑看人间怜悯世人 武当山主殿 有真武大帝 福建儿历数百年 圣庙内至圣雅圣 和诸多裴继先贤 身死弃犹在 他轻轻默念 自在官 官自在无人在无我在 问此时自家安在 知所在自然自在 如来佛 佛如来 有将来有未来 究这生如何得来 以过来如前如来 道门作望物长生 佛家观想求放下 如叫守人克里红意 徐凤年闭上眼 伸出手摊开 任由大风 吹散守心 内泡黄沙 当徐凤年最后赶至恒水城 特意穿上一席 素节如山的中年男子 独自出城相迎 说一句话 赠一物 徐凤年策马离去时 永辉六年的榜眼狼长衣作别 我与永辉七年离开江南 曾随身携带一袋家乡泥土 十四年后 泥土早已消散不存 只留下这只旧不代 恳请 我死后 北梁马蹄有朝一日能踩在北莽腹地 到时候 窃取一泡北莽泥土 摇记魏晋唐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幽州涉流郡以北地带 不知经过几百还是数千年的流水侵蚀 地面支离破碎 沟壑交错 吐出一座座大小各异的原梁 一名皮肤有黑无短身材的年轻剑士 站在视野开阔的平顶条状大梁上 他正用手臂去擦拭那柄出炉后 便从来没有过剑翘的长剑 剑名就叫吴翘 北莽有好刀无明剑 北莽江湖无剑客 这些是北莽黎阳公认的 虽然剑气劲是世间屈指可数的剑道宗师 那柄定风波更是在剑谱榜上有了名的重气 但那个黎阳江湖还是觉得北莽无剑 还说再给北莽一百年照样无剑 他对于这种事情 比起特意改了名字 寓意要为北莽剑道清皇相接的剑气劲 要淡然许多 对他而言呢 练好自己的剑比什么都强 而且练剑就是练剑 至于什么陆地神仙 什么天下第一需要多想吗 所以他从不去浪费精力去思考剑以外的事情 他手中这把无鞘是一柄新剑 没有历史也没有传承 铸造材质和铸剑师的手艺都不算太差 只是比起绑上那些连名字都取得极有意思的名剑 肯定相差甚远 没有十万 那八千里的差距多半是有的 但是当年领着他走上练剑道路的男人 那个从不愿承认是他师父的家伙 离别前帮他付了住剑的银钱后 对他说了好些个婆妈絮都至极的遗言 就像是一个垂死之人 愣是吊着口气死活咽不下去 熬了几天几夜 估计那病床前再孝顺的晚辈也会受不了 一把剑趁手就行 趁手了就能趁心 连配剑都换来换去的剑是练不出好剑 当然 你可能会问一把剑断了不得换剑吗 错了 不信哪 你看那黎阳李纯刚不就只有一把木马牛吗 人家都能剑开天门了 你跟他学能有错 不能吧 我虽不练剑 但我觉得剑是向剑挑剑 就跟男人找媳妇一样 一剑中情最重要 中情之后再不移情 你呀 敢您多看几眼你手中的剑 花了我好几十两银子 你这穷小子还敢不一剑中情 你有本事摇个头试试看 看我不打断你的手脚 这点眼力劲都没有还练个屁的剑 摆下我十几两银子 看你那表情 好像很人舍不得我走 哎 你小子到底是点头还是摇头啊 你娘的 不想我走 你好歹身上揣点银子行不行啊 几个铜板也行啊 哦 感情是想跟我讨几本剑谱秘籍 不好意思开口 实话告诉你 没有 小子 最后送你一句话 记住 别以为不收你钱就不当回事啊 练武 不管是练剑还是练兜 两个字说破一切道理 离谱 不懂吧 这俩字够你琢磨个十了年 谁让你无性差 比我年轻时候还要差 否则呀 我早收你做徒弟了 既然无性差呀 就别埋怨我小气 要怨呢 怨你爹娘去 话就说这么多 既然我在北盟找不着媳妇 那就去离养找 咱俩呀 以后就争取别钱了 我怕到时候心疼见钱 后悔今天帮你结账 当时旁边那位 助剑师器的脸色铁青 小穷光蛋不去说 你这大穷光蛋 才是真你娘的呀 十一两银子 被说成几十两也就罢了 还想凑个掌数 只付十两 就这么好人物 就在老子这剑铺 把天都快吹破了 还误人子弟 教别人离谱 你本人就是最大的离谱 然后这脾气暴躁的助剑师 终于忍无可忍 当场就开骂了 说就你还能在咱北莽找着媳妇 那才奇了怪了 赶紧滚去黎阳那边 祸害别人家的女子 那才是谢天谢地 年轻剑师 停下擦拭健身的动作 眺望远方 嘴角有些笑意 当年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助剑师 如果知道那家伙的身份 估计打死他 都不敢那么骂人 如今的拓跋菩萨 在成为北莽第一人后 始终被认为不敌王先知 不管拓跋菩萨这些年境界修为 如何的稳固攀升 都没能改变这个事实 但是在拓跋菩萨之前的那位前任北莽第一高手 在他莫名其妙消失之前 北莽上下都坚信 当时的他完全可以与黎阳王先知 酣畅死战 这个被誉为大草原上千年一出的天才 就是忽焰大官 他一人即一宗门 而他这个没能成为忽焰大官徒弟的剑客 就是铁木蝶尔 他的祖辈 曾是草原上飞得最高的那头雄鹰 甚至在中原的天空肆意翱翔 铁木蝶尔本来不是一个会追忆 或者说什么怀念什么的人 他有种直觉 自己这次多半是回不到草原 他对北莽这个王朝没什么感觉 草原儿郎大多如此 一顶帐篷就是一个家 一个姓氏就是一个部落 他之所以趟这趟浑水 正是北莽王亭拿他所在的部落威胁 水要好苦 草此般骋满红 多少天应过苦 呼鸿铭的路 我宇旧一湖 帝王江山寄破土 最后怒慷慨出 几屯江山是五湖 山上土人街湖 温身照顾 悲情促长老骨 诉说我摇摇一尘口 我一路想一路